刚刚我们已经知道呢 2的3次方是2乘2乘2 等于8 我们也知道呢 2的0次方是等于1 我们更也知道了 2的负2次方 也就是2的平方分之1 等于4分之1 这都是国中知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指数 已经把整个整数的部分 发展完了 有正整数 0 或者是负整数 那接下来呢 就会有人想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整数 发展到有理数呢 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 叫做2的2分之1次方 OK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一开始 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定义 但是呢 我们就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定义出 2的2分之1次方是什么的话 最好啊 它的运算呢 是可以符合我们原本所习惯的这个指数率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我们拿这个例子来看 如果今天2的2分之1次方呢 我们用这个第三个定律 来讨论 第三个定律 我们直接写在这里 第三个定律 是A的M次方的N次方是等于A的M乘N次方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2的2分之1次方 拿来夸号平方的话 OK 那我们假设它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运算 OK 假设它符合这样的规则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运算出来的结果会会是什么呢 就不会是2的什么 2的OK 2的我们写一下 2的2分之1次方乘于平方嘛 OK 对不对 M次方之后再夸号的N次方 就等于M乘N 好是这样子 所以得到就是2的一次方 所以就是2 也就是说呢 今天夸号内的这个数字呢 平方了以后 会等于2 那这根本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一个正数嘛 OK 我们不是代表它是负数 它是正的 我们想它应该是一个正数 所以呢 这个2的2分之1次方 应该要等于什么 2的2分之1的次方 平方了以后会等于2 那2的2分之1次方 我们就应该要把它当作是 根号2啊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还有我们再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呢是3 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好了 3的3分之1次方呢 也是一样 我们就想象一下 如果3的3分之1次方 拿来3次方之后 它会等于3的3分之1次方 再乘上3 OK 那这样子 3的3分之1乘3次方 那这样就是3的1次方 也就是等于3本身 什么数的3次方会等于3呢 我们用数学的讲法 我们会说 那个数字叫做3次 根号3 我们就发现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 我们好像找到一个规则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正整数 A 它的n分之1次方 记得n要是正整数 如果n是正整数的话 然后呢 就会等于什么 n次根号A OK 然后呢 如果我们这样子定义的时候 它还会符合这个原本的指数率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指数率呢 扩充到有理数的状态 A 这个还蛮不错的耶 所以啊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课本啊 或任何书籍上面 就直接给你这个定义 但是基本上呢 它整个思维逻辑 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试验出来的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会继续扩充啦 任何的有理数呢 如果是任何 A的n分之n次方的时候呢 如果是这个样子 哦 我们不要写n分之n好了 我们写n分之m次方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咯 就可以是 A的n分之1次方 再乘上m次方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会是什么 n根号 n次 根号 a 然后呢 再夸号的m次方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m丢进来 变成n次 根号 a的m次方 这两个都可以 ok 这两个都可以 不过这边我们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规定这个A一定要怎么样 大于0 A一定要大于0 为什么呢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写这样子 负2的2分之1次方 那按照我们的规则 2分之1次方就代表n次根号多少 那是不是就代表是根号负2 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完全不是时数 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是在实际上是 可以说是不在时数线上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这样子写 你不可以写负2的2分之1次方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推广有理指数的时候 这个要特别注意听 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指数是 游离指数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指数呢 是一个这种n分之m的形式 当然m跟n都要是整数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那请大家一定 务必要记得什么意思 什么事情呢 这个底数啊 就一定要是 大于0的 底数就一定要是整值 所以我们在这边举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做2的3分之2次方呢 就是把2拿来平方以后 再拿来开个三次根号 所以算出来就是三次根号4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理解了吗 这个就是呢 我们把指数从整数推广到有理指数的这个过程 OK 那他呢 最后当我们推广完了以后 他会符合所有的这个指数率 别忘记了 这是一个东西